这款贴心的双面设计,除了能给予小朋友更多的玩乐方式外,若家中有两位孩子也无需争先恐后,只要一组就能同时享受涂鸦乐趣。 而三角的立体造型稳定性高,且两面皆富有画笔的专用收纳空间,画板之间更有一个大型收纳盘,能让孩子养成用后收拾的好习惯。 另外,只要使用随附的画夹即可固定画纸,想要摊平收纳,或是放置在桌上做画也没问题。 整体结构简单,视觉上也相当清爽,即使孩子长大后作为家庭流言板使用,也不会太过稚气或突兀,追求实用性的您不妨参考看看。 软性LCD显示面板搭配专用画笔,再加上加粗的字体,你真的笔触,与清机效果就像在纸上涂鸦一般。 虽然视液晶显示荧幕却既不发光也不刺眼,更没有辐射问题,在孩子能进行作画的,同时也不需担心影响视力的发展。 同时,只要按下按键即可清除画面,方便,迅速又环保,而侧边新增的防清除所设计,也能避免误删画面。 这样轻巧的10寸小体积,除了家中使用以外,也非常适合随身携带,随时想画就画,实用性十足,孩子长大后还能用来练习书写,或绘制更精细的图案,使用年限可说是相当长。 以自来水作为涂鸦颜料的水化布虽然极为便利,但考虑到现代人的住宅空间不够宽敞,且随着年龄增长,孩子们,也逐渐不再适合趴在地板上涂鸦。 而这款强调鞋带便利性的水化布,平常不用时可折叠收纳,展开后,也不会占据太多空间,任何桌面都能成为他们作画的地方。 另外,其布料材质相当轻盈,加上贴心的提把与帆合式设计十分适合鞋带外出,且仅需添加自来水,即可涂鸦,对家长来说也非常方便。 出门在外等待时,如果小朋友因为失去耐心而感到无聊,只要拿出这个小法宝就不怕他们哭闹啰。 此款特殊的双面设计,一面可使用随附的蜡笔涂鸦,让孩子练习握笔与手眼协调的训练,另一面,则是密封式凝胶画板, 在手掌摩擦表面后即可透过手指做画,即使忘了携带画笔也没问题。 不只能让家中的哥哥子子享受绘画乐趣,弟弟妹妹,也能尽情地涂涂抹抹,难怪会成为许多家长心中的必备爱用款。 最重要的是,为了符合幼儿玩具的安全标准,全系列都是无毒的可水洗产品,即使宝宝不小心将蜡笔碰触肌肤或口部也无需过度担心,同时更能轻松清洁衣物与画板。 如此优质的设计却只要划算价格即可入手,爸爸妈妈们可别错过了。 水彩盘的造型可爱又吸睛,最特别的是画板上富有音乐播放键,轻快的旋律,能大幅提升孩子们作画时的趣味性,同时培养音感并刺激大脑的感官。 另外,随附的图卡也很适合亲子互动,除了能认识形状、颜色以外,还能让他们揣摩图案进行作画。 初期可利用随手涂鸦及造型印章启发美感,接着再搭配图卡使用,而36个月以上的孩子开始喜欢在脑中编写故事。 有了画板,就能让他们将所想画面以涂鸦方式呈现,爸爸妈妈们也可以鼓励孩子一边做话一边说故事,对于训练口语能力,也很有帮助呢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